噔噔噔 各位觀眾 Hello 鹽島神社 早晨 超好睡 不過 起床了 早晨10點45分已經成功check out 現在就會走過去JR小倉站那邊 然後坐新港線過去廣島 但是很不幸看到廣島那邊好像下雨 所以今天本來是plan了去鹽島神社 但是會不會需要改期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號 拜拜啦 舊週 拜拜 這些是不是叫臨別秋光 臨別前店都要去伊朗買番薯 和買點東西上去新港線吃 其實新港線都很密 我以為可能要半小時才有一班 誰知發現去廣島的新港線 其實比普通的JR更密 到底開新港線成本高不高呢 我看去廣島要二百一十幾km 但是需時就一個小時都不用 那就是它的新港線走的時速 超過二百kph 真的走得很快 是汽車的兩倍至三倍 很不得了 但是盛載呢 它的車是非常之定的 至少我之前搭過是 今次行我都相信會很定的 這裏只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旅客 帶著行李箱和行李箱 在日本也好一點的 但是記得那時候在台灣 有很多車站都是沒有行李箱 所以那時候我就記得跟自己說過 真的要有這麼多的行李箱 才好搭著行李箱到到處去 要不然你搬上搬下去會很辛苦 那這也是我按讚的原因之一 因為人是貪心和發展的 就是你的行李箱空間大了 你又買了行李箱 你就會想不要浪費 然後又買 買完之後去台 就很辛苦 而且因為多地方要去 我想可能真的要去到大阪 再看看有沒有東西需要買 因為一想到要去百分 就覺得好像很遠 好像去到Montreal的時候 我覺得是否已經去到世界盡頭 歡迎來到Hiroshima出閘 出閘 每次都怕他會吃了我的票 來到廣島車站 這裡都是一個很典型很繁忙的車站 其實去到日本很多大站 都會看到有很多人來來回回 又拉著行李箱 又走得很快 如果你是一個手腳比較慢的人 就麻煩你真的要鬆鬆很多很多時間 還有你真的要調節一下你的速度 要不然我恐怕你會趕不上那些車 他會有提示給你 你下車前麻煩你早幾分鐘 好ready 站在門口那裡 等他門口一開你就立刻下車 要不然就不會做到那麼容易 還有做不到那麼準時 實不相瞞我會來Hiroshima的原因是小麻子 現在看到前面這一輛就是street car 它就會在城市那裡穿梭 有點像輕鐵或者多倫多那些street car 然後現在剛剛出站 就已經看到整個Hiroshima的站 周邊都是比較繁忙 跟小倉比真的沒得比 但是Hiroshima也不算是一個最大型的城市 今早看過不是特別好天 就立刻找一下到底Hiroshima這裡 有什麼旅程活動可以做呢 就發現這個城市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館 所以如果你對文化、藝術、博物館 這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的 之外就是Hiroshima這裡 比較多外國人會來的 只是我身後都已經有一群外國人在這裡 有很多外國人是喜歡來這裡看歷史的 即是不論是二戰也好 又或者可能是本身一些日本自己國家的歷史 這裡都會很豐富 Hiroshima這裡都是一個比較小的城市 所以我見人說 你也是來一天起兩日子 最多三天 都可以看得完最高華要看的東西 貼著本城市的話 都不妨來廣道這裡逗留一下 好有幸剛剛到步 就可以看到新的Street Car 和舊的Street Car 他們還要兩個剛剛交叉 真是為廣道之行帶來一個好的開始 現在走多幾步 就會去到Hostel 這間叫Gast House Coco 是一間雷生宿舍 本身是住另一間宿舍 但是因為發現另一間距離廣島站有點遠 所以就臨急臨忙轉了這一間 安頓了之後 現在就會去原子彈爆炸原定屋參觀一下 順便去旁邊的和平公園 剛才去到Hostel門口 就看到自己的名字竟然貼在門鎖 然後心想什麼事啊 我得到的訊息就是 他們有發電郵給我 但是我沒有覆覆 他們就怕我會沒有門入 所以就安排了一個PASSCODE 貼在門口 都很細心的 都很感謝他們 就算讀得很少世界歷史都好 都應該會聽過廣島這個地方 這條到Hor丁電車專用橋 以前就是專用電車走的 但是後來在第一個原子彈炸了之後 這條橋的路軌就炸到散了 說真的讀了這麼多年書 我對歷史是非常非常無興趣 讀了三年就奮足三年 這次來讀廣島這個充滿歷史文化的地方 就會嘗試去學習一下 去認識這個歷史多一點 至少停下來去看看牌子有什麼說 突發突發看到 原爆的頂 到底原爆是什麼呢 原爆以前是一個展示廣場 在1915年建成 後來二戰1945年炸了 然後在1996年被註冊成為世界遺產 現在就是這樣的位置 在原爆對面就是平和紀念公園 公園裡面有一個時計塔 塔每朝8時3時都會響 就是要祈求和平 儘管主題 V gen Av Av B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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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v Av B 紫盒不能吃的 我真的吃了紫盒 搞錯了 所以不要隨地拋垃圾 就是這樣 這些綠仔會吃掉 希望你沒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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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吃了兩隻燒蠔 500日圓 本身不是一些特別好蠔的人 但我覺得剛才那兩隻蠔都蠻好吃 各位觀眾 哈囉 鹽島神社 一個很平安的海 已經開始潮退了 有些人呢 已經開始走過 好 有些人呢 已經在滿足 跑這間人呢 彭牌 你不是好嗎 你快點趕快 約了我 你很快 有個手錄 有個手錄 你不停 你的手錄 看看水應該不是很深的 再見啦 驗不到神社 唉 真的又有一點點不死得走 覺得剛才坐在這裡很平靜 很舒服 好正啊那些鹿 一隻二隻 Hello 不動 這個都不動 據說毛湯淡淡麵和煎麵都出名 先試試 好嗎 今天是第一天在廣島 本來都不是計劃了很多行程在廣島 但是最後又會去得完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獨有神奇之處 還是本身命命之中就是安排了我一定會去得完 突發突發 嘩 剛才和Hostel幾個人聊了很久 現在先開一開一間房間 都是一個標準的配套 這間Hostel絕對不是一間很大或者很特別的Hostel 但是盛在這裡 無意中認識了一個台灣人和一個新加坡人 除了有很愉快的交流之外 我們其實現在仍然有keepcontact 可能這就是為何說到這麼特別的原因